後面有我 後面有我 張玉瑞 想要自己來做突破 在調中 這個機會 給他另外一邊 有起腳的機會 擋一下 切中再起腳 球進了 GO 最後是由童陳偉 我把這個球給踢進去了 在OT的時間 延長加賽的時間 是由台中式先行進球 1比0 還是自己的隊友倒地 再看看剛剛他進球 等下來沒有第一時間 做一個假動作 往中用左腳來起腳 這下非常聰明 童陳偉 地下停球 拐過對方 拉個空檔給自己 往中間切斥最明知的選擇 讓自己射門的角度提升 讓小朋友不好守 然後選擇來這個進出 讓小朋友來不及回撲 現在宜蘭縣的四名的後衛 壓到線上前面 停一下 走 在下半場 宜蘭縣 進球了 哇 這個空中戰 真的被宜蘭縣給打進去了 最後的8分鐘應該相當的精采 再看這一下 球出去 後上的沒有約位 那個台中的後方線 直下太大意了 沒有跟到 那當然他們也是拉起了約位線 沒有想到那個球的深度有到 導致說他們慢慢往後退的時候 已經球越過他們的背後 那攻擊球員是面向前面了 所以就沒有這個問題 往前跑 突破真的成功 那整個宜蘭縣的 跑動戰士說相當好 但是我們出雲時間也慢了 劉柚生傳給賴凱欣 打進了這一球 讓雙方變成了1比1的平手 而且現在又看到 這個台中市的球員 又要被單架給抬下去 台中市陳瑄廷 好 輕了 直接往另外一邊 跟預判的位置 完全不一樣 好 這一下踢得不錯 好 第二射這一下 是的力量不夠 可惜 所以就 逆向有時候就是怕說 那個球的力量踢太大 所以為什麼要受力一點 所謂的順向就是 我右邊順勢順著右邊 來看一下宜蘭縣的第二點 由隊長黃春明 擋下來 兩邊的第二點 都沒辦法踢進 黃春明剛剛在踢之前 看到一個很利的眼神 還以為說他要把握踢進了 結果沒想到手邊更厲害 再把這球鋪出來 兩邊都選擇自己的左邊 那接下來是踢得比較正一點點 蔡天子 進入球擋下了 擋到 第五棒 這台中市壓力大了 那如果宜蘭縣這一棒進了 那就是第三名 宜蘭縣 現在最後一點 宜蘭縣 派出的是被號二號的賴凱欣 可以啊 壓力完全落入了台中市這邊 那宜蘭縣有壓力了 這一下 他的任務簡單 進了就可以但是 也要看什麼圓 阿宜蘭縣恭喜 最後呢是由宜蘭縣 在PK賽呢 第五點 把這個球給順利的踢進 來擊敗了台中市 在最後的PK賽 真的是打得非常的精彩啊 對 真的 就是宜蘭縣只能說 在逆境裡面打回來 在駕駛的時候 陷落後 後來追回來 再來到PK賽 憑他們的努力跟鬥志 終於的再贏回來 相當精彩的比賽啊 他們鬥到最後一刻 最後一刻呢 是打到了PK賽 五點的比賽呢 最後是由宜蘭縣 提緊了四點 來結束了這場比賽 那再度恭喜宜蘭縣呢 是拿下了 這個2019全國城市對抗賽的季軍 恭喜他們了 那台中市呢 就比較可惜喔 雖然在今天呢 是都是先進球的球隊啦 不管是在這個正規比賽 是在這個延長加賽當中 是先踢進的一個球隊 但是呢 最後PK賽當中的第五點 沒有辦法踢進 就讓對手宜蘭縣呢 拿下了這場比賽的勝利 在這場比賽中 是先踢進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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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先踢進去的